所以被高鴻安 就是在早期當副市長 對 說實在 你說什麼賴香玲 其實也蠻優秀勞權運動 那你看像張祺路 陳婉惠 陳婉惠 這些人都是 你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幫你打下 其實他們都獲得 超過兩成以上的得票率 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那等於說邱成員 自己去找路走 那你其他人都沒有安排 然後你看現在 柯文哲嘴巴跟眼裡面 只有黃珊珊跟黃國昌 你其他這些 幫你打天下的這些立委呢 他們沒有出席感恩餐會 是覺得心寒 就是跟你講心寒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用過即丟 所以要加入人 真的要好好考慮 是的確 正好 按照柯批的嚴格的標準 民喻所說的 可能要台大畢業 才有投票權 是不是你也快沒投票權了 對 這個許甫跟陳志涵都震盪 當然柯文哲有很深的雪栗歧視 這是事實 我覺得坦白講 也不要說我們在黑柯文哲 就是說柯文哲點點滴滴裡面 都有學歷歧視 那過去呢 因為苦無證據 民眾黨都會說 你不要亂黑柯文哲 不要斷章局 柯文哲公開說 如果他支持者都是大學生 他就會贏 對不對 你想太多 規定 如果有規定 要有念大學才有投票權 第一件事 有這種想法人 就很匪夷所思了 什麼叫念大學才有投票權 對不對 那連他的爸爸媽媽也沒有辦法 我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學期有看民調嘛 柯文哲在大專頁上學歷 民調並沒有贏耶 少吹牛了嘛 柯文哲 對 那為什麼柯文哲要講這句話 柯文哲塑造一種邪教的情境 邪教 加入我們這個團體 你就是科學的 你就是理性的 精英的 你就是務實的 現在加一個 你就是精英的 你就是高人一等的 你在學校 被那些人瞧不起 請你跟那些人講 那是因為你不懂事 書念的少 不是台大的 我雖然沒有念台大 可是我在政治選擇上 跟台大的一樣厲害 很多品牌在塑造都會這樣子喔 比如某某咖啡 拿著 有沒有 拍照的時候一副 我去日本會拿著咖啡 一副就是人上人的感覺 就高尚了 中場階級的感覺 要結人了起來 對不對 很多品牌塑造都在玩這個喔 對不對 還有一些餐廳 明明食物普普通通 你進去就是 代表你是最時尚的 最高等級的 最後好不好吃已經不重要 用料實不實在不重要 只有我有Sense 我記得我進去 所以柯文哲這個 我們當然罵歸罵 可是你必須要講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 厲害的行銷手段 喔 我就講很多邪教都這樣子嘛 誰行銷比邪教厲害 對不對 那是非常非常高招的嘛 可是問題是 這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產生叫做同溫層效應 或小圈圈效應 確實有一掛人啊 會覺得對喔 好像我交給你 就很高興 就是學歷好 聰明 那這些人呢 會在一個圈子裡面 越來越凝聚 可是發生一個大問題是 你沒辦法擴張嘛 大部分的人還是理性的嘛 對不對 哪這麼傻 可是柯文哲用這套 我覺得柯文哲已經 他去思考 他到底想把民眾黨 帶玩什麼方向嘛 是想成為一個小 凝聚 但是背離主流民意的政黨 還是沒有這麼強的向心力 但是他是以議題為依歸 以主流民意為依歸 這才是正常民主化國家 該有的狀況嘛 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講這話 當然是有意義的啦 民眾黨是精英政黨 如果規定有念大學才有投票權 我們一定 換句話說 我不管我念書 我加入我就是精英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操作 我坦白講 我的看法是兩面論 你當然可以讓政黨變成凝聚 可是實務上我覺得不利擴張啦 好 民眾黨下午針對 這民進黨發言人吳針呢 還有報導的媒體提出民事訴訟 蘇北怎麼看 現在民眾黨他們所謂的 針對這個電話門事件 是打什麼樣的法律訴訟策略呢 我覺得他就是之前有講嘛 他們就說如果只要柯文哲被罵 被指稱 然後他覺得不高興他就要提告 他就要用這個訴訟的方式 讓所有人不要去批評柯文哲 但是如剛剛所說的 像這個所謂的讀大學才能投票 柯文哲就會當選這一件事情 李正浩剛剛講的那一段話 如果柯文哲不喜歡 他就可以去告他 他可能就找一段說 你說民調不准這一件事情 你說民調 我就去找一個民調 我真的就是在大學的民調 有贏賴清德 有贏侯友宜的民調 說你李正浩剛剛講的那一段是污衊我 他就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給你搞亂啊 來影響大家對柯文哲的批評啊 但是我要講的是電話門這一件事情 民進黨再三的講 我們沒有提出三艙配 再去上這個2月1號的國會選舉 民進黨在議長的選舉裡面 就是尊重民進黨的黨團決議 我們議長就是支持游錫坤 副議長就是支持蔡其昌 就是這兩個人 沒有其他的人選 所以所謂的後來傳出的三艙配 這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這個事情嘛 重點就是沒有三艙配嘛 那你柯文哲自己後來這個 李陳詠欣醫生出來講的那一段話裡面 柯文哲你有回陳詠欣醫生的電話 也要去推這個所謂的 大家支持這個黃珊珊嘛 甚至覺得三艙配這一件事情 你在第一時間的考慮是可以的 對啊那你如果是真的有跟陳詠欣 打這通電話 那你為什麼去告 告吳征 對不對 你自己都有跟陳詠欣回過這個電話 也覺得這個三艙配是可能的 那你為什麼要去告吳征 就把它講清楚就好了嘛 他現在是用告的方式 然後來轉移焦點 然後我認為他希望繼續這個電話 能夠繼續燒下去嗎 他希望繼續炒下去 為什麼要繼續燒下去 因為繼續燒下去 大家就會忘記 柯文哲的民眾黨是小藍嘛 保送韓國瑜 第二輪投票沒去投票跑去吃飯嘛 小草不開心嘛 小草已經要翻臉了嘛 接下來不只哦 你如果我們接下來 如黃國昌所說的 2月16號就開議之後 馬上選招委耶 馬上選招委 傅昆琦 國民黨的總招 是不是會放兩席的招委 給民眾黨 如果是的話 這是後屑 對 這就是2月1號選院長之後的後屑 利益交換 是這個小草會不會更翻臉 會嘛 所以他繼續把他搞亂 他繼續用這樣子的方式 轉移交點 模糊視聽嘛 要讓小草的交點 全部在這些事情上面 第一個在這個學歷的上面 然後在所謂的卓隆泰 林佳龍是不是有找人去遊說 這是不是民進黨裡面 自己的派系鬥爭 他繼續要把他黑龍洗倒嘛 要讓小草就忘記這一件事情嘛 但事實的終點 就是柯文哲民眾黨是小蘭 按住了韓國瑜 甚至接下來就是跟傅昆錡合作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你要以送指辦 我覺得 如果因為他現在是要告侵權嘛 那侵權是故意或過失嘛 如果吳針所講的東西 並沒有故意也沒有過失 因為陳永新醫師說 你就是有打這通電話給他 而且不只陳永新有聽電話 對 連所謂的羅東的眼科醫師 林毅民醫師 也有跟柯文哲講電話 甚至跟柯文哲確認說 那個副院長的人選你們 連誰誰誰都可以接受 是不是 這些事情 這些人都可以當證人 你這只是在浪費司法輸送 浪費司法資源 只是為了要轉移焦點而已 對的確一般我們說 以送指棒嘛 那現在是以送指小草崩潰嗎 來 陳昊 這個民眾黨 柯文哲要去告你們首領 吳針對不對 告了這個結果 還有求償100萬 你覺得有可能成嗎 我覺得第一件事不可能成 因為確實有打這種電話 你確實有打這種電話 因為民視當然是比 刑事比較好 比較好打 就是說我去告的話 告刑事的標準會比較高 民視會比較低 可是民視 其實只要合理查證 原則上大概就是告不成 所謂的合理查證 就是我有問過當事人 或是問過相關人等 我有合理查證 那就OK 那現在呢 包含了這位醫生的 這個聲明稿也說了嘛 中間都沒有跟那個 柯文哲聯絡 是31號柯文哲忽然打過來 問可不可以接受這個 黃三三張證 蔡奇三張負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要告 告成不容易 對 因為其實就是個溝通過程嘛 不是 這是很正常的政黨攻防 是啊 民眾黨現在顯然想要 以送指棒嘛 對不對 沒關係 讓他們玩嘛 對不對 因為這些東西 你初期會很爽 可是當你一件兩件三件 都不成的時候 你被法院認證有來喬的 對 對不對 所以就等嘛 前面幾個月 半年 你一個 哇塞 我遍地開花 到時候輸也是遍地開花的輸嘛 一件兩件三件事件 全部被法院認證 你柯文哲有來喬 柯文哲也會受到重傷啦 這第一大塊 第二大塊 對不對 這個所謂的這個 院長的羅生門 狀況是什麼 其實一開始 是有一位媒體 就是今天被告的 陶本禾嘛 對不對 寫了一篇報導說 柯文哲呢 有主動跟民進黨說 能不能 院長支持 黃昌山 副院長民眾黨來支持蔡其昌 對不對 這次一出來 大家都把你笑翻天嘛 對 說不可能的嘛 民進黨五十一席去跟你喬 喬的過程中 五十一席會說 那我放棄院長 我拿個積勒副院長就好 邏輯說不通嘛 那後來呢 柯文哲呢 想了一天 整個柯文哲陣營 從上週五上週六 終於禮拜六 想了一招 怪招 說什麼呢 由黃國昌寫臉書說 有 確實是民進黨來喬 只是來喬的那個人叫做 林佳龍 林佳龍找人來喬 說願意放棄院長 然後呢 讓蔡其昌當副院長的時候呢 原因是什麼 是 林佳龍可能對於行政院院長這個位置有想法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林佳龍 怎麼會去跟民眾黨喬 幹掉游錫坤 扶上蔡其昌 先了解一下林佳龍跟蔡其昌的關係 在講這個謊話好不好 這個謊話也變得像一點好不好 對 可是問題是就像我們剛剛討論之前 就我們進入到細節就輸了 對 大部分的人沒辦法真的去理解這麼多的細節嘛 對 大部分人就 吵來吵去 阿伯好兇好 阿伯去告人 阿伯贏了 所以很討人厭 就遇到這種人很討人厭 對 可是沒辦法 這是我們要去跟這種人共存的嗎 那我回應的想 就是說他講什麼我就打他臉 講什麼打他臉 打久了 可能臉還是會腫 是來國東哥 我們看到民眾黨柯文哲的用意 其實追根究底還在於 他背後擔心自己的支持者大量流失 我不客氣講 他就是欺騙這些民眾黨支持者 對華麗的一窍不通 不了解 然後感慨 他很擔心這些小草 認為說你們當時怎麼會跑票 然後現在跑掉 讓韓國一去當選 這件事情對很多民眾黨年輕人 是很接受不了的 所以他必須採取行動 但是法律 柯文哲 你必須要請教一些比較懂的人 你到底是告什麼 欺錢 欺你什麼錢 毀謗 毀謗你什麼 三昌配 不管誰先提 這是此路嗎 這是污衊嗎 我搞不懂你的標的是指什麼東西 你的標的是說誰先主動提出來 是羞恥 是種侮辱 不是我提的 對黃先提的 是指這個嗎 法官一定會問你 你的標的是什麼嘛 你現在告了半天 是為了哪一件事情告 是講說黃莎莎當院長 庭面黃莎莎當院長 是污衊黃莎莎 是此路 是毀謗罪 還是說我們主動提是毀謗罪 我沒有主動提 清換我的權力 董華院講說你到底在告什麼東西 對 所以有時候不懂你還要請教一下 你慕房國昌這個可以不可以告嗎 現在民眾黨是恨不得 可能是恨不得把事情搞得越複雜 越讓大家天天去吵這個事情 讓很多支持者搞不清楚 到底是誰對誰錯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到底是告什麼東西 黃莎莎不能當院長 還是說我們小黨提名當院長 是一種很羞恥的事情 所以你毀謗我 我都搞不懂了 人家還讚美你 你們想當院長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怎麼會變成提出民宿訴訟 拜託不要製造 浪費社會資源 浪費這些司法資源 在省你這種無厘頭的 當時你還要通過誹謗除罪化 誹謗你們去打你們的關係 不要弄到我們法院來 人家都還要除罪化 所以柯文哲對這些事情他不懂 再來關係 過去都講說美豬萊豬 現在國產豬也變萊豬嗎 那這是因為台糖安心豚的梅花肉片 被台中市政府撿出 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羅 那行政院的食安辦 昨晚就大動作開記者會 澄清有45件的樣本 是沒有撿出 然後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也對台中市喊話 提醒台中市要審慎公布 美豬怎麼看待這樣的狀況 這樣子恐怕會不會造成民眾的恐慌 同時也會造成 可能我們的國內豬肉價格 會不會有大跌的狀況 要知道因為我們台灣人 有一些人是因為務農的關係 有一些習俗是不太吃牛肉 所以台灣人如果是要吃肉食的話 其實豬肉是最大宗的 那包括就像這幾年的統計 台灣人一年一個人 大概平均吃掉35公斤的豬肉 你就知道對豬肉是非常的倚重 再來就是過年要到了 很多人就會開始這個桌上 都會有一些這個肉品 那你今天正常的SOP是說 你台中市政府你先檢驗 檢驗出來你認為有問題 事實上你還要復查 你要復驗 你要復驗之後呢 這個要非常非常謹慎 所以要非常謹慎 你才能去公佈這樣的消息 我要講 因為現在年關將近了 大家都開始在採買豬肉 所以他突然就公佈說 哇不得了 這個台糖啊 所謂的安心臀這個豬肉片 有含0.02ppm 0.002 0.002的這個西部特羅 那西部特羅是什麼呢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還有劇毒的收肉精 那如果呢 你不小心務實的話 他這個就是會有心跳 心計 甚至會引發神機系統 跟呼吸系統 這個都都會有這個侵害 所以是非常嚴重 因為他非常 他是還有劇毒 而且比萊克多巴胺要毒上千倍 但是這個在國內是沒有在用的 因為國內都沒有用 全世界是禁藥 全世界是禁藥 所以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個西部特羅 突然出現在市面上 好那事實上 台中市府檢驗出來 有0.002ppm之後 他有上報給衛福部 當時王必勝就跟他講了 因為0.002ppm 根據我們的標準值0.001 是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他有告訴 好心告訴台中市政府說 你務必務必一定要謹慎小心 你是不是要等到復驗結果出來 你再再來這個 再來公諸於是 等於台中市政府有點急著公布就對了 對 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太急著公布 因為這個現在評論 就是有些認為是說 第一個 因為你現在公布的是台唐 那台唐 台唐是國內最大養豬戶 而且台唐是國營 你好在是國營 雖然受害的是消費者 你現在現在可能 我們真的是退萬步講 你受害消費者 可是萬一這個是 譬如說是林北好油2.0事件 或者是一個烏龍案 對 那你如果說今天發生一物指的事 是指民間企業的 人家是不是要倒閉 倒光還要被求償 對 對不對 那好在這個台唐是國營 他可能還撐得住 有政府在幫他 政府幫他再繼續查驗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台中市政府 今天王必勝已經先跟你講了 那你要先再做把關的工作 但是後來台中市政府也同意啦 就這幾天 趕快最好這三天 因為年關要到了嘛 你趕快再結合這個 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趕快再去公布相關的數據 然後並且要有 雙方派人 然後去監看那樣的數據 現在是進入到這個階段 但是我覺得這幾天 真的你是讓台唐整個信譽出來 我最後要講是說 台唐陽明週已經出來開記者會了 他就講說 他們趕快 因為知識體大嘛 這要趕快去查 他們從飼養廠 養豬廠 一直到毛髮到血液到飼料 他們全部都查了 完全都沒有 所以這個這個雙手一攤 那你台中市政府 這個所謂你的劇毒的西部特羅 到底是哪裡來的 來進言這個台中市政府 為什麼要急著公布呢 難道不能夠等到覆驗之後 那同時這樣子也會造成民眾恐慌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實案是科學 那這個絕對是民眾都很關心 這個應該跟藍綠無關 那今天台中市政府查到這件事情 第一他們公布了 結果王必勝居然講說 你要審慎公布 今天不是這個查到萊克多巴胺 查到的是 查到是什麼 西部特羅 西部特羅 他是依照我們的用藥標準 是完全這個不得檢出的事項 剛才這個小玉姐有講了 他是如果物食過量 然後導致心臟出問題 還會影響神經系統 呼吸系統 他的毒性比萊克多巴胺 還要高上千倍 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台中市政府 他們衛生局已經去查了 他們去查 而且他們查了這個六次 六次檢驗的這個結果 都是陽性 而且他因為我們的這個 那個測試的這個極限值 就是零點零零一 但是他查到是零點零零二 所以說他三次的 這個簡體的結果 看起來都是陽性的 而且今天早上 本來台中市政府 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有有這個請求中央說 第一個 是不是說這個 我台中市政府的人員 可以陪同去化驗 然後第二個就說 中央是不是能夠派員 到台中市政府 來參與這個赴驗 這兩件事情 在早上台中市政府 他們這個衛生局長 開記者會的時候有公開請求 可是中央那個時候 都這個打槍 就是說不願意參與 那剛才下午最新的 中央是要求說 那個台中要提供那個檢體 對 那這個最新的情況是說 剛才又在講說這個 接下來他們會參與這個複查 那為什麼台中市政府要公布 你是不是那麼急要做政治操作 依照這個台中市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自治條例的第八條 包含食品等等這些 依照這個查核的檢驗報告 判定完成之後 就要在衛生局的網站公布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第二個 依照中央的法規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第39條 如果食品業者對他的這個檢驗結果 有其他的意義的時候 他可以收到這個通知15天內 向原本的抽取機關去申請赴驗 那受理機關將要在三天內進行赴驗 所以說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台中這邊已經講了 如果中央這邊能夠願意派員來指導的話 最快明天就可以直接開始赴驗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啊 假設那不能等到覆驗之後再公布嗎 就是說第一依照規定 他們依照他們的自治條例 他們必須要馬上上網公布 這個是一個 那現在業者有這個意見 那馬上要查 因為現在查到的不是萊克獨巴 這東西是完全不應該檢出的 那前兩 昨天在那邊推推推嘛 有人在講說是不是這個圖宰的問題 等等這些 但是這個代工廠他們也講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應該是 只有辦法存於這個活體之中 意思是說到底有沒有可能是務實 我覺得因為現在年關將近了 這個禮拜就要過年了 大家應該很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大家先不要想說 是不是跟什麼政治工房有關係 中央是不是能夠趕快派員 然後到臺中 然後去查這一批 我看到底是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復檢是沒有查到嘛 那只說如果初檢有第二次復檢 是沒有的情況之下 那臺中市政府還要堅持一定要公布 那因為特別年關之前嘛 難道不會造成民眾恐慌 造成我們國內 甚至是台唐最大的這個養豬戶 是不是有可能造製造成另外一個 被他們稱為是一個高端的狀況呢 我覺得這個狀況 高端的事情才剛剛給洗刷冤屈了 他沒有問題 保護率90%以上 那麼現在你讓台唐的養豬戶 因為台唐不是自己養 他是有在養豬戶 對有在算是分包 有在養 你讓這些養豬戶人人自危 而且現在過年了 你所有的食品 哪個沒有豬肉 台灣的食品哪個沒有豬肉 從你桌上吃的油火鍋 一直到你所炸的做的餅乾 都有耶 對 你看這個影響有多大 食事體大 對 所以我才說 而且這個是什麼 這個西部特羅 我們以前都聽萊克多巴胺 突然間出現了一種新的一種 所謂的萊劑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對 大家搞不清楚 你這麼輕率的發展發表出來之後 如果復業沒有問題 台中市政府要趕快出來道歉 你要趕快出來道歉 因為你這已經影響了春節大家食品的安全 很多人要去買東西 你這是不是台糖的豬肉 是我不要買 那怎麼辦 對 那這怎麼辦 所以我才講 台中市政府這一次說 這麼輕率 這麼草率 這麼超級迅速的發展 發表這個事情 是在做什麼 你是在爭取所有縣市長的領頭羊嗎 對不對 你在爭取領頭羊嗎 其實公布到底用意何在 我覺得是在爭取領頭羊 別人都不敢 我敢 我現在是所有六度裡面我最老 我最老 因為侯友宜結束了嘛 侯友宜結束了嘛 我最老 所以我要當領頭羊 我覺得大可不必 盧秀燕市長 你給大家的好感就是你很穩 你很有溫暖 你是盧媽媽 不要學那些所謂的戰鬥欄 不要做這種事 照鏡的結果會不會大翻車啊 照鏡就完了 對 照鏡就完了 侯友宜一路很穩 就是到了開始選總統 他起心動念照鏡了 所以整個制度一落千丈 所以錯了沒有懷疑 錯了沒有懷疑 下次見